好了 關心台股有多熱 今天已經是碰觸到1萬7千點的關卡 創下波段的新高 至於說在大家上看台股 已經看到1萬9了嗎 更多的訊息一把時間交給千涵 好 我們先來整理一下 早盤的時候 台股的表現是如何呢 可以看這一張走勢 在4月9號的時候 最高有見到1萬7千016點 但是碰觸到了1萬7關卡 難免會有一些調節的訊號出來 因此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指數是 持續的震盪之後呢 是往下探一度有跌了超過100點 主要的話還是在於一些全值股 目前的話來看 外資今天應該是站在調節方的 獲利了結的成分居多 因此相關的包含像是台積電 鴻海 聯發科跟聯電呢 早盤都呈現一個開高走低的格局 因此台股的1萬7 感覺碰觸到了 可是能不能站穩 可能還要看後續的一個觀察 但是投顧工會的理事長 他就有喊出了 其實他之前就有說 台股今年一定有機會 可以看到1萬7甚至是1萬8 現在他又在喊1萬9了 說非常有機會可以挑戰 1萬9千點的關卡 至於他為什麼會有這樣子一個說法呢 主要是他認為其實 不論是台股以及相關的企業 基本面都是非常看好的 外資是有機會可以來認錯回補 加上以前我們常常聽到四個字 五窮六絕 今年的話相關的電子股有機會擺脫這四個字了 主要的話在於一些缺料議題 以及呢相關的報價上漲 台股特別在於企業 他們的前三季的獲利表現 應該有機會 一季高過一季 那現在的選股策略也幫大家整理來一下 主要的話我們可以知道台積電近期的股價 還是比較是休息 但是休息過後呢 針對整個大盤來講 應該會是更健康的表現 選股的話要鎖定在一些高值利率 以及財報陸陸續續公佈之後 財報還蠻不錯的 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 至於在族群的部分 電動車以及車用電子 還是近期蠻關注的一個焦點 講到車用電子 就不乏要來講一下車用晶片了 現在全球的車用晶片都是處在一個短缺的狀況 難免也會衝擊相關車廠 他們的一個產量 主要來幫大家統整一下 包含像是美國 美國的福特汽車呢 他們近期就宣布了 要再取消 包含像是芝加哥 密西哥的一個組裝廠 包含像是二亥爾州也有進行員工的減班 至於大廠通用汽車 現在的話呢 墨西哥三座以及北美 還有加拿大三座 總共大概有六座的組裝廠 目前都是呈現一個 減產甚至是停產的狀況 而且這個狀況可能要延續到 今年的五六月才會來復工 可能要看到時候 車用晶片夠不夠 因此呢光是通用汽車 他有19座工廠 現在減少了6個工廠 等於是三分之一的工廠 都在做一些調整以及休息的 再來來看到大陸 大陸的電動車巨頭 未來汽車也可以看到他的月產量 是持續的在衰退 衰退的幅度 有來到25% 也就是說他以前可能能產 一萬輛的車 現在光是一個月要產出 7900 7500輛車子可能都有一些難度了 預計呢會在第三季的時候恢復正常 大陸的小紅汽車 同樣他們目前也在積極的做 自駕車用晶片的研發 預計是在今年底的時候可以試產 但是光是中國大陸 他們針對相關的晶片的消耗量 其實就佔了全球的 超過三分之一這樣子的晶片 那他們國內呢有 將近7成以上都是依賴 國際的一個進口 這個量真的是非常的大 但是墨西哥相關的一些 汽車 汽車的一些團隊 他們有特別講說 晶片的短缺 大概會在今年下半年獲得解決 但真的是如此嗎 小畢會持續的幫大家掌握任何的財經資訊 中間財經頻道上線樓 房價會漲還是跌 該不該出手 台股該進場還是賣出呢 基金外幣 黃金 比特幣 如何買賣賺錢 怎麼玩車最酷炫購車保養要注意什麼 最厲害的專家群上陣 還有防彈少年團 彪峰直率車手2021全新登場 記得訂閱YouTube中間財經頻道 有CTI小經濟圖樣的 幫我們按讚 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